哈囉大家好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聽過 直火鍋這網頁 直火鍋就是用紙所做的鍋子 鍋子只做防水處理 卻沒有做防火處理 紙卻不會燒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實驗其中之一 實驗前先做好保護動作 請先準備紙杯一個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打火機一個 請注意用火的安全性 接著把紙杯皮部凸起的部分 往內折 加入半分滿的水 把蠟燭點上火 把杯子放在火的上面 慢慢地燒 我們發現紙杯完全不會燃燒 為什麼紙不會燒起來呢? 就是利用水的比熱大這項性質 紙杯內的水會幫忙吸熱 水的比熱剛好比較大 因此熱度的上升相當緩慢 所以才不會達到紙杯燃點160度 而燒起來 這就是直火鍋碰到火 卻不會燒起來的迷你 而燃燒過後 紙杯底部 會有黑色的碳附手在上面 打紙杯拿去紙杯龍頭下沖 發現底部完好一粗 BUT 所有材料都會這樣嗎? 為了求證 所以我們分別挑了氣球 以一個塑膠袋來做實驗 首先我們先拿氣球開刀 氣球插入水管中 並灌入大約50Cb的水 再將氣球給吹飽 實驗後發現 氣球也不會破 但是熏黑的速度更快 表面的碳也稍微可以吸掉 但是火混得太大 否則會馬上破掉 以一個塑膠袋來做實驗 加入半分萬的水 加入半分萬的水 蛋糕 放開成功 śm�anc 守租